《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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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會比較期待 是說明天的社會 而且每一個人的知識層面 都可以拉起來 這樣的話 我們才會有一個好的政府 因為今天可能時間不夠多 如果不夠多就要再講很多故事 就是為什麼說今天 台湾很多乡下的政治 他必须透过一个代理的 因为太多人 第一个不知 第二个不讲 第三个不敢 所以说 很多事情就要透过 类似那个 迪长 或者下面代表是议员 来处理 然后我今天有问题 请他帮忙 我就欠他一个人钱 下一次怎样 你嫌弃的时候 你要找我一个人 他不用花钱 你就必须给他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台湾人都找母性的 你这样有在录影 我不敢讲 他们都是透过这样子 奔武魔跟魏 你只要欠服务顺来那单子 你在高雄注目犯 就有个打五折 你说 神奇有时候需要买杠吗 你也不需要 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期待 就是说 整个一个人民 他必须是一个 非常良知良美 你才有可能 把我们台湾 建设成一个 小而美的真善美的国家 其实我最近 我明年 所有广告 明年的山内 我们团体会邀请 印度 这是一个英国裔 一个英国 住在英国的印度人 他叫萨迪斯库 他是一个 目前是英国 在前九大台 永续发展 非常有名的 一个叫苏 还有学院的负责人 然后他明年上天会来台湾 然后我们就给他定一个标题 从小而美到真善美 我认为 其实台湾 就是必须要去走 这样的一个 小的Skate 我们不要一直要去 一直要去 跟三千 只要去跟蛇比 反过来 其实我们应该跟我们自己比 我们应该 从一个历史的向度 从一个空间的左度 然后从一个自己的一个位 这样的一个三度空间里面 去规划我们自己 我认得这样就过了 然后定下来 去好好去检讨 对不起 我在讲太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还不错 对不起 那个 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那齐梅那边就有挖到 在哪里 你刚刚就有提到 那齐梅 那齐梅就有挖到那个 化石嘛 然后我们种到有4600年的历史 那我这样请问的是 我有两个问题 好 那那个是 然后总共有1026种的稻米 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吗 对 对 然后我那个人的看法是 因为日本啊 它非常所重于历史跟各个方面的 这种资料的保存 如果 然后我相信台湾一定有非常多的 专家学者致力于这一块 那我相信他们应该就会富裕 然后我相信如果能够把 台湾的历史的 历史脉络 然后那一些不管是生态方面的东西 给整合跟连结 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化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不会输给日本 当然 对 一定的 然后呢 然后透过这些讲座 然后有更多的青年 他们去参加公共事务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文化力量 是会起来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 针对日本的辐射嘛 它的那个水整个都倒到海洋 就连加拿大那边的鱼 都有受到影响 然后一直以来 我曾经也在脸书上去发文 因为它很踊跃 就是会关心这块土地 当然我们这样的人 在网路上不是很受欢迎的人 一定的 所以其实我之前本来想要写的是 因为曾经有 那个 网路上的朋友 他有去分享图嘛 就是日本它 的那个 浮射水 对的那个全世界的分布图 我们台湾离日本那么近 所以我们海洋的水其实有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说出来了 其实对于这些养鱼的人 是不OK的 然后之前有一个男生 他有到 图书 有到图书 是 我不是 到那个国姓大哥那边去讲 他那时候就去拍他们 就是记录 然后 他有去采访一个在那个 六亲旁边 他有 他的那个水嘛 那个地的一个伯伯 他 他养的蚵仔都死去 那请问他那边的蚵仔死去 那附近那边的东西可以吃吗 那实际上吃到我们肚子有肝跟盛气 那都是问题 可是我们不能说 说出来就被踏法 对啊 那我想请老师 针对这两个问题 就是在深一点也在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那时候 当然日本这个辐射问题 已经是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这真的是 所以说为什么说 日本 我说这几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 因为日本想去申请那个奥运 那他怕说 如果他申请奥运的话 整个那个鼓倒辐射 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负面 所以他 他一直很积极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当然有人会说 啊 这是因为未来要奥运 所以原来 但是就我来说 我觉得 也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愿意認罪 而且他 对日本来说 我想这整个那个 舞蹈的 这次的灾害 算是一个非常重量的 重大的灾害 包包 还是我的日本 没有来就告诉我 我说 不要吃日本海盆 然后 要请他吃饭 我看他倒是不敢吃 他大概也会担心说 这是日本海盆 所以日本来说 他们应该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毕竟要告诉他 这是台湾 但是他好像也是一试一试而已 用同样的水 对对对 我想他也是担心 这个之前是很 已经有阴影 对 已经有一个阴影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 当然就一个食品安全来说 我们就必须要把关 就必须说 这个食品安全 我想 当然看到食品安全 我就必须用计划 我曾经告诉记者这样说 食品安全问题 就好像垃圾问题 第一个 它是要好的政策 第二个社会 第三个 每一个 你看 我们的垃圾走到哪里 都可以发现 我们的食品安全 漏洞 其实不管到哪里 都可以发现 那这个包括生产者 所谓生产者包括 比如刚才 企鹅啊 养鱼的 包括加工的 当然包括消费者 我不知道 这样有没有回到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大的结果性问题 当然它也必须透过 比较小众的方式 慢慢的 把 这个冰山 慢慢把它撬开来 绝对不是说短时间 或是光一个好的政策 就能解决的 因为我认为说 它有很多是 所谓的一个 社会文化因素 有很多所谓的社会者过程 包括 我们的集体社会性 我们是得够解惑的问题 包括我们是不是 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要发动一个团体的诉讼 比如说上次 那个圣钉基二串 你看 西面卖了这么多的 那个什么 那个果冻 也不颠 也没有人去 讨债 他是受害者 他自己说他是受害者 不管他是 当然 他每次都说我是受害者 因为台湾的人民都比较被动 然后可能在心里就是比较少年那一代 我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些东西 对于体制的东西 我们可能不满想要反看什么的 可是这也公共的事物需要有一个人 很理性 然后可以整合的 就去带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需要有 所以公共事物 然后有理想 然后又有知识的人 就来带领大家 然后对那个集体意识 想到这个带领的时候 每次我在想 我们有时候在期待的一个圣经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期待自己 像灵魂的问题 对对对对 其实你自己就是你最好的解套者 我常常这样讲 因为你 我会想说 那你期待一个新的圣经 有时候它就变成报警 对 所以这个绝对的是 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说 它还是在一个整个一个社会 一个集体 但我们看到北欧好了 我不知道前日 北欧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个总理去当境的事情 反正北欧好像是对典的丹麦 你知道 他们上班的时候有保镖 类似我们的那个警卫 但是下班的时候 他的警卫就回家了 然后有一次 这个总理好像去店里面 被人家打到什么 他们就要思考说 那晚上要不要帮总理派保镖 后来国会还是九十分 不用 因为下班就下班了 对不起 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说我们必须反过头来说 要去求一个圣经 保护你去求自己 自己就是一个圣 对不起 好 好 好 我这样讲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首先使得比较晚一点 那我刚刚听您讲的有一些内容 像平说台南家那个北门乡 那个部分 我大概在差不多五六年前 大概有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 我心常去那个地方 去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现在是 刚好是那边 那个教会友的朋友 然后就是 有些事工需要帮我 就有些事工需要帮我 就有些事工帮我 因为这种机械 所以对那个地方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包括 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病科医师 所以关于那个五角病的关系 我有去稍微 再比较仔细去留下准备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 刚刚讲那个哀草的动物 那个五角病 应该是一个 应该应该讲上的是一个 大自然的 一个问题 水质的问题 但是后续像六亲这个问题 是人为的 因为我目前在营林县上班 所以我 我没有在六亲那个 但是我常常会听到 那一边有一些 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是没有知道 所以我觉得是有时候 在这个经济跟 環保的议题上面 有时候 呃 常常有说一个两人 但是问题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一个问题 因为他 他的很多可能都 或许早前都还给你 很多人家都不OK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 温暖都破关了 那后来到现在为止 就遭受了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调底 就是说 当地的居民可能也 也好像有两派 他们就有一些人 希望说 能够带来经济的環保 所以他就会赞成 可是有一派人 觉得说在環保上 是不OK的 所以他就会反对 那 又讲到说 呃 今天在这个地方 呃 我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很多 很有 很有那种 包括前你刚故事的 林杰延师 他有一个社会的良心 所以林杰延师是固执的 对 他是家喻人 但重点是说 呃 但是我在问了几个高中的学生 他们没有理解到 有什么 这样的展览在哪里 嗯 所以我不禁担忧说 今天林杰延师 如果再不好好 有机会给他们这种资讯 或者教育 我想可能再过几年 慢慢慢慢的 当我们都老去以后呢 他们可能对这些都不结论 有什么在 有什么作用性 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刚刚讲很多毒电粉 很多 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因为人的心不干净 啊 这关系为什么这样 我想 我们小时候 在妈妈的怀里抱里面 那个小朋友都 都很天真活活可爱 可是为什么长大以后 有些人就变得一样了呢 嗯 我昨天看那个 一个新婦说 有一个那个 20岁的一个 他的黑道记录 就是 调教 这个叫做 变成一个大又霸 嗯 他20岁的一个 就这环境是很可爱 可以改变很多 可以改变很多 很善良心 那 我们是有看到说 啊 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有机会可以 当然我不晓得 加以这 在地来讲 加以这边的 学校来讲 他们的 参与 或说他们的 认同度如何 然后你知道就是 现在每个学校的 那个行政的一个体系 但是我们看到说 有机会能够 假如人手够的话 到校园里面去 当然 不敢说有 但是至少有几个种子 在某些学生 他如果说 他只会有那种 就像说那个 弘雅数学 看那个高点 那个杂志 我就知道说 美乃这个余国性先生 他也因为受到这个 杂毕丝的一个 啟蒙 然后他开始有这样的行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一个小小的种子 他就可以刮牙 然后 很多个种子 就有很多的牙 那有一天 就像这位妈妈 他很有大 他有一个质量的小孩 但是他还是很勇敢的 这样来表达的一件 我觉得这很不简单 我觉得 那张伟长就来不及 还有时间去PO我 去干嘛 这种关系PO 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多一点 这种人 大家都会有意识 然后让更年轻的一代 因为有很多人 年纪大多老去 让新的一代 能够多一点的人 有这种想法 我相信 重新改变才是最 最主要的根本 不然其实 靠到那个什么 政策都没办法 我也有靠这些起来 把整个政局翻转 我不要说哪个答案 我不要说哪个答案 就是说 让真正 就像今天下午 那个 陆老师老师讲的 就说 让那个执政者 有文化品味 而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有这个化品味 有生态意识 有永续的那种 但最重要的是说 他真正是为这个地方着想 为他的 人对自己去着想 而不是为他自己的惯位 德期 去着想 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很多早期的 有一些 那些古圣先贤 其实我们都很惭愧 他很这样拼命的 包括像陈伦伯 他自己的 他不是政治家 可是他一直为了 就给他受命 杨葵 今天下午在讲 也是一样 他当然没有受命 他当然是被断了 但是也是付出很多的 清楚的说明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边 面对这些 前辈们 来听老师的演讲 他想到台湾这块土地 真的是百感交集 因为我跟你年纪可能 龐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那个思维的心态 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是这个样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大家要好好地决心 我们不是说要去搞革命的 但是我们很柔幸的 下一代小孩子 给他们一种真正的 关心公共义的开始 而不是一天早上只是背书 然后考试 脱补然后就出国 就这样 不关心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谢谢今天的演讲 谢谢 我们今天晚上 虽然的人赏得是很温暖 因为大家都从心里 讲出心里要讲的 好像你没讲 两位 再留点时间 来来来来 清晨讲一下 Major 好 就是 因为我跟SCAF来嘉义一年而已 因为我之前都来特别 那我就觉得就是说 就看到现在很多社会议题 发生说 我会往上开一些 可能基改作物啊 或是一些 呃 台湾的一些社会议题啊 那我知道说 其实台湾要改变 是由我们下一代 像我们这一代慢慢去改变的 因为像我可能要影响 我们公司 一些员工 或者说老一辈的 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生没多久 无所谓啊 台湾变得怎么样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说 老师我们有什么建议 可以说 我们要怎么试着去影响 我们身边的人 或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那他们知道说 我们不是只想到我们现在自己 可能我想到这二三十年 可能没了就没了嘛 而是想到说 往后的一百年两百年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会比较能够影响我们的周遭的人 对 这就是张医师的那一句话 校业老师太高了 这就是张医师的那一句话 台湾变得比较国际文化 台湾变得比较国际文化 啊另外就是说 我想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有可能给我几张类似的书或卡通 让你的小朋友看 我觉得卡通也不错 那另外還行些禮票 都是不錯的方式 就是一些媒介 女朋友一下子就要改變她 那是你可以為她 而且還是你要請她來參加這樣的活動活動 我們最近洪亞有一個大家一廢合聯盟 大家一廢合聯盟 現在就在培訓一些人心人 要到各個學校或是去做宣導 現在目前暫定先去嘉義之音電台 做訓練 有一個想跟她申請個十段 然後我們固定一週兩個小時過去 然後講你自己的看法 講最近的活動資訊 講你看到我們現在聯盟在進行當中 你自己的心得 記住總之啦 對啊 藉由這個訓練之後 那之後整個開始 因為我們接下來也是希望說 整個大嘉義 嘉義縣市就是跑五百個店 就是不管是店家 或者是公民團體 或者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甚至廟口也沒關係 就去用那個海報 然後有那個放個文宣的口袋 然後文宣放上去 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十月十號開始要走 然後就是為了要拼合適公投 就算沒有合適公投 也希望她直接停建合適 不要再一直這樣 就是好像可以繼續 永無止盡的拖下去 然後這個東西永遠沒有一個 清楚的交代這樣 因為我們也有一位 楊師棒醫師 他也是一個 應該說 散散爆洋的 點齁 因為透過他 到很多的地方去做 這個合適議題的 演講 這就是剛剛 我們一直在講說 是不是要有人去影響什麼事情 他透過楊醫師這樣的一個 行動力 他說到319 所以想做一張全台的行為 我想這做什麼力量 民間的力量 那今天晚上的議題講了 有關於生態 包括人文 那我們那邊有很多 有關台灣自然生態的書 那其中有一本 就是這一本那個 天下出版社的環境台灣 它裡面有做個總體驗 我是看了這本書之後 是深受感動 然後也深受感傷 從這本書裡面看到台灣的破碎 那再來就是 老師的書 東傑 這本《實際的未來》 今天有帶 七本 七本過來 你要簽名嗎 可以 所以如果說覺得 帶回去 了解一下 這本書帶關懷我們這個地球 什麼樣的議題 大家可以跟老師 簽名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 對 對 一條人就說 你要講嗎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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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說可不說 沒有啦 要說啦 有話就講啦 有話就要說 好 不好意思 是一個小小的看法跟意見 推配 就是說 因為我想各位 剛剛講很多生態的環保的各種問題 那我們自己體內也很多需要 人體也什麼就需要環保 所以我是小小比較建議說 各位就說 盡量可以 的話就是多吃點 雜人比較複雜 這個是很重要 那第二 幫助台灣的農民 因為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敢吃麵包 不是麵包 但是有點太不平衡了 真的 就是說不要吃村斑 因為在議題上也是有根據的 尤其是唐他病的病人就是說 村斑也是不好的 要接他去炸的 讓他台灣慢慢的吃飯 那第二就是這樣 油炸的事物很大很清楚 但是還是很多人愛吃 像我的話 我不是會有多厲害或多大 但是我覺得 以我的感覺 像因為我自己沒開車 我是坐大陸運輸系統 坐火車或坐風車 我如果看到有一些 像高速那種明明的學生 像吃 像神速製造 我都會去跟他講 說這個事實上是不OK 你很害怕 你很老實 對 像這樣子 不管他要不要聽 我就會跟他講 來幫幫他在驗門口抽驗的一些 朋友 不好意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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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愛吃那個東西 真的都愛吃 欸 這裡 其實我沒有預期要發言 但是 因為我自己之前 我是在嘉義方面保護協會 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那個時間 我在那邊活動的時間 大概就像你們現在很年輕的人 開始 很多事情都非常的積極啊 然後 對公共一直都還非常有理想 那我覺得 能夠堅持到現在 譬如說上東京老師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的難得 因為你在 很多活動過程 可能你的年紀漸長 我覺得就是 青年跟中年 又會有一些 不太相同的那個 新進場的轉變 那 我是一個國小老師啊 那 我也有一些社團的這些經驗 那 嗯 我是 簡單說一下我現在的星期 就是我一個中年的 俗語的星期 嗯 其實我這中間也有過很多的那種 掙扎 譬如說我 我這個過程 我也去在念研究所 那 我研究所研究的東西 是比較屬於 傳統工法的 就是 所以 我在研究所那段經歷 也 讓我受了很多 我本來是 很全生態的 可是 研究所的部分是 比較人文的 所以它就跟比較 傳統的 記憶 或者是在地的東西 然後比較地域主義的 方面的 所以就會比較重視 在地的一些文化部分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 其實 一個 一個地方 它值得關系的議題 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有時候 你 你會無助 你知道嗎 你好像覺得 你好像有一些什麼能量 或你想要去做什麼 可是有時候 你可能家庭的部分 也會牽絆做 所以我後來自己 調適的過程是這樣 因為我中間也有 可能家裡有問題 有事情 你根本就不可能 分心再去關心 什麼其他的事情 那 那 我覺得我後來 自己的體悟是這樣的 就是說 嗯 當青年的時候 你 你沒有任何的 太多的掛礙 或什麼什麼 你就是盡可能 去體驗你的生命 然後去 去衝擊 你想要了解的東西 那像我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我自己調適的 比較平衡 就是說 我其實很 能有機會 我就來聽年講 那可能不只是這個 可能包括像 現在家裡有一個大臣學堂 他講比較是建築方面的 可是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息息相關 當你涉獵的東西越多的時候 嗯 我也是眼力青年啊 就是說 當你涉獵的東西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對這世界的理解 就會再更真實幾分 不一定完全掌握 可是你息息相關的東西 你會連結的越多 好 所以我這非常鼓勵 當然也是比較沒有乖 就是要盡可能去體驗 然後要開放自己 也不要太早去預設立場跟想法 當然有些 有些 對的 你當然就已經堅信了 可是你 你還是要讓自己再更開放的去 去吸收 那所以呢 我也是都是盡可能結束各種不同的議題 那 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欸 我自己出來吸收 那我就可以帶給我學生更多的視點 跟 跟角度 對 所以這就是我能做的 我覺得我不需要因為說 我不能夠很積極參與某些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 罪任 可是我可以盡我的力量去做 我可以做 這是中年婦裡面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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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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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就是可能 譬如說 我們家父見了流浪貓 或是我 我也 時候養了流浪貓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這個月好能做的功德 就是我把那些貓好像幫我絕育 就是 就是說 你可能在每一個 一個 你可以做到的範圍 你可能可以 就去做一些 那你就不會壓力那麼大 不然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好像都是死不上衣或什麼 可是至少也刪回這張小小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做很準確 嗯 這是我自己的部分 對啊 謝謝 你還要二十年 你還要三十年嗎 其實也還好 中年 請轉一轉 你轉到你自己嗎 沒有啦 不用了不用了 就其實 其實剛才那個 我覺得很受惠 剛才這位大姐 給她的分享 老師 欸這位老師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 呃 雖然是 有很多議題 我們大家都會去想要關心這個公共事務 這樣子 因為我是覺得 呃 我是本身是土地管理學系畢業的 那 對老師剛才的那個 山海城這樣子的一個 欸 一個分享 我覺得衝擊很大 因為 因為我的系上 給我 就是一直不斷的開發的感覺 那 她沒有以一個 山海城的觀念 去做 都市計畫 跟 你說一個公共事務的 呃 政策的擬定 她並沒有那麼宏觀 所以 我 後來 一直很逃避 這個科系的延長 其實我這個科系其實是很好 因為 呃 我以前高中的第一老師 就是 很想要跟我討論有關城市發展的元件 這樣子 但是 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 你如果把 這個公共 呃 資源分配的好 是一個 對一個國家很大的發展 一個 很大加分 對不對 但是 呃 我很難過的是 就是我們系上 就一直 沒有這樣子的元素給我 我找 我所不到 然後 後來 我是覺得 往另外一個層面發展 就是往人文集上面 那 因為我是覺得說 從 人就是 改變土地最大的元秀 所以 我就是去研究 有關 人的 呃 做決策的一個 心理狀 狀況 所以我去研究 集體行動的理論 對對對 就是那 那 我就也是去深入社區 有關他們怎麼樣去營造社區 跟 呃 去做 推動一些 再造的 不管是農村再造 還是商店街的再造 那 呃 我就會去研究這個人性啊 然後後來搞一搞之後 就去 呃 政策的 擬定跟理論 就去念到 有關 呃 外交的東西 然後 所以後來我以後的工作 就是類似這樣 對 那 呃 這個 在工作跟興趣方面 我已經是想要把它拉一個結合 就是 呃 也能夠關心公共事務 這是一個我長期以來最 最 呃 交在一個焦點上面 那 呃 呃 我能夠做的 人本來就是 每個人都有24個小時而已啊 也不可能 你一定要做這個 又要做這個 做沒有做那個 都要很專精 所以無可能 就是說 在觸碰的過程中 也許 呃 也會限縮到一個 聚焦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 把它 做得 很紮實 那才是 我可以做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 木槿有要分享嗎 還剩我耶 呵呵 簡單你進嗎 東捷大哥好久不見 呵呵呵 打招呼 先 對啊 因為去年在動力市就 很常認東捷大哥就是 對 接洽藝文方面的事 那 呃 現在 轉換跑道就是 到了一般的 工商業界的 新工作 對 那其實在 以前在動力市的時候啊 其實那時候 工作上 雖然 就是 反覆去訴說 那部分的 管理的內容 跟附近嘉義的事關 可是其實會有一種 不知道耶 身為嘉義市民的 榮耀感 因為我覺得是一種 把我們 自己對土地的認識 然後推廣到一個一個點 然後這樣出去這樣子 那現在變成 轉換到了這個工商 對 那個地方之後 其實就會發現 好像一般的市民 就是這樣的過生活 他們就是 很忙碌的一直工作 然後 考量的都是 等一下 你現在要吃什麼啊 幾點回家 然後 老闆很討厭什麼之類的 但是 就是 就是你跟他講的太 一下子 切太進去 他會用很茫然的眼神 看著你 他聽不懂在講什麼 那所以 我 我試著人在尋求 就是 用比較 釣魚的方式 有趣的方式 就是想說把幾個還可以 還可以 都來的 中心 中心 掉進 對對對 就是其實 並不是每一個市民 都會去關注這些事情 那也不是說他們觀念不好 而是他們的認知裡面 是少這一塊的 沒錯 對 啊你如果是 切的點不太對的話 他們可能就 就會很茫然眼神看著你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的角色會 比較像是 不像讀書的 我書讀得還好 但是 我是個 我覺得自己蠻適合 當一個說書人的 那會不會 就是 找一個點 那把身邊的一些人 看能不能也夠拉進 這樣子的 領域裡面 那這邊順便要打一個廣告 下個禮拜五 晚上的讀書會是我開場 哇 耶 那要介紹就是 之前工作的人們 義那一代的 那 因為我 那時候接觸的方式 我發現 以旅遊的路線的方式 會比較 讓一般的 人 一般的那個 大眾人會接受 所以我到時候 我到時候會用 旅遊路線的建議 然後再加一點文化的音樂來帶 然後再加一點文化的音樂來帶 那希望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點 能夠吸引更多人 好 禮拜五 禮拜五晚上 這邊 這場講座 也不是講座 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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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讀書會 我們是每個 這禮拜五的讀書會 每個人 任娘一個訪戒 我們就在念這一本 甜蜜的 熱大 然後他練了就是 北門 社會員區 跟北門壹 把 任娘他一塊 好 我是任娘 動視場跟文化錄 十二月會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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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東傑大哥簽名 我們叫你大哥 大哥都在立島 大哥都在立島 阿密基